哈囉大家好 Johnson 歡迎帶來的是 失落的神廟 那我的種族是人類 對方呢 也是人類 他的名字叫做Whisper 泥南滴雨啊 我們看一下這個開局 好久沒有 用正常的速度看開局了 那因為同種族這一拼的話 開局的建造順序影響蠻大的 尤其是你心中的 構想是怎麼做 喂 在幹嘛 為什麼要loading ACP 歪 喔很恐怖 很恐怖 他在做什麼 我們看一下 85塊 十字 他比我還有錢耶 為什麼 我已經改VS嘛 對 OK 這個雙方開局呢 他似乎一開始有點點重 我 尤其我也常常犯一個毛病就是 之前在打輸入法 在打中文 然後可能點到Ctrl或Shift不知道 開場的時候 框起來分兩邊 然後點點 結果因為Shift的 Lock入的情況之下呢 工兵就會在那邊飄來飄去 飄來飄去 好幾次喔 幹到死 而且那時候 還沒有注意到 精神恍惚的時候沒有注意到 主堡在射那個Rally的時候也是這樣 射兩點 因為全部Shift都黏在一起 你在做任何動作 他都把你四層次同一個動作 結果主堡就從這個礦點到這個礦 然後叫出來的CV就從這個礦飛到這個礦 蠻尷尬的 那雙方開局呢 到目前為止 應該都是一摸摸一樣一樣 來看一下 Backchain Top M一樣 瓦斯 OK 接下來奇異點快要出現了 來看一下 雙方會怎麼走 那人類打人類呢 最常見就是 空軍護幹 然後或者是 我被 曾經被 輸掉的一個打法就是 對方出 5隻掠斗者 把我家前面Bunker撤掉 因為我只有4隻馬鈴在裡面 他打針之後 上來 把我Bunker撤掉之後 因為我沒有放ACV 所以在後面一直修 我要叫也來不及啊 說實在 那可能2隻勉強有機會 可以把他 掠斗者換掉 Bunker是一定會被打爆 他出來的 那個Marine 可以把掠斗者換掉這樣 那那一場就是直接 從家門口就被破了 就沒機會了 好 那他現在下了雙瓦斯 我呢 沒有 我 VF躲在這裡 我打算 讓他掃不到 不過後來 想一想 要掃的話 應該也會掃 大概掃這裡吧 應該會看到 所以應該要放上面一點 或者是放這裡 比較不容易被掃到 那他還躲在這邊 軍艦場 大概這樣的開局 可能是要走空軍 對 人對人還有一個打法 就是出死神 不要讓對方知道 三隻之後從邊邊角角上來 我們看到 如果要做空軍的 這個 這個 介紹順序喔 就是 VF 馬上接VS 然後你頂多一個Bunker 四隻槍兵 你就不會再做了 因為你在做 效果也不會很大 你看他出死神了 砰砰 如果三隻進來了 如果他忍耐一下 三隻進來 我完蛋了 我的槍兵打不贏死神了 好 那他死神是進來看 看個徹底 他已經殺了 三隻的CV 我的媽 痛死 逼著我 必須要再補 好 那我槍兵必須 要嚴加防守 我看一下我的視角 看得到他 他跑了 好 那如果他三隻上來 我就完蛋了 沒救了 我什麼兵都沒有 我們看一下他呢 你看他也是一樣 如果我出30神 他也輸了 我就 曾經被這樣打過 好 這個看replay也可以研究 各種戰術的打法 這個對方只要 被你抓到那個虛弱點 好 甜蜜點打進去他就糟了 好 那雙方其實做女腰的速度 我比他還快一點 他有沒有下科技實驗室呢 他下反應爐 好 他就是想要用圍巾來擋我的女腰 他完全不想做女腰 好 我們來看一下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他下了BT BE 準備要下BT了 他這個也是一種打法 只是要有把握自己能守得住 他下 插在雙 雙BT插在這兩個位置 他這邊就 Fully cover了 那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碰不到他 那我只能撿這邊了 好 那他如果出圍巾的話 把scan 忍住 不要用scan 好 那我就會被他 我出了女腰 有隱形也沒有什麼用 好 那現在看看這個悲劇的局面 會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 我都在 這個掃描忍住不用 反正這麼近 飛過去看就知道了 哇 一下兩下 大概要打五下就會爆 兩下扣了 48 四下 哦 這是圍巾 我 痛 爆啦 150 100瓦斯 就這樣飛啦 好 那現在只有兩隻圍巾 下了雙兵營 不過我現在是下二寶 反正他要把錢花在跟我對抗女妖 多餘的錢拿去做二寶 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再下一個星際港 那這時候蠻白癡的哦 這個 你要很容易被對方打掉 其實我應該在這邊插兩個BD 他就沒辦法這樣過來 三兵營 他打算找地面部隊 空降嗎 very good 有狠有狠 這個在做反應爐嗎 好 還沒做坦克 3BB反應爐 一科技實驗室 星際港在下反應爐 那我這邊有什麼呢 兩個星際港 一科技實驗室 一反應爐 正在做坦克 因為我很怕他地面部隊很快就要來打 那一方面也是可以守住二寶 他現在在強化地面部隊 全座馬鈴 擋女妖 存擋女妖 研發一攻 我要空降 那這時候看一下我的視角 這時候就很重要 那這兩個BT呢 我是要防他女妖一直來打我的 女... 呃... 他在...我已經一直來打我的女妖啦 因為他打了兩三次 我損失兩架 就說女妖隱形過去看 跟視角好了 看到B 他有沒有回來 他不回來 他讓我打 OK 這一波空降呢 哇應該會很痛 快跑快跑快跑 不過他把那個 圍巾叫回去了 然後呢 我用隱形女妖來 解決他大部分的槍兵 剩下再拼回來 坦克叫起來 砰 把他叫回去了 這兩隻女妖 成功的把他叫回來 他必須趕快回來 不然他的建築物 會比我車光 快跑啊 快跑快跑快跑 沒能量了 他女妖一定要注意自己有沒有能量 那這時候我怕他空降 再拆了三根 二寶趕快下去了 他很有錢喔 他mineral都沒花掉 他可能在空的時候就沒有做 補兵的動作 現在才開始補 攻兵數量是他比較多 二寶現在下去 他現在有很多選擇了 第一個選擇就是 現在馬上轉地面跟他拼 或者是維持女妖的優勢 女妖絕對這條線不能斷 不管他隱不隱形都好 你一定要讓對方有一個壓力說 對手有一隻會隱形的東西很煩人 尤其 他就算對方有帶度壓 你的維晶數量夠多 我講過 度壓根本是毛用 一下就被車掉了 那個維晶 你看到對方有帶度壓 維晶馬上點度壓 把他點掉 你的女妖就是隱形 然後他要掃描OK 沒有問題 就退 那女妖保持不要在對方 維晶附近太近的範圍 這樣女妖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而且在他做完這些處理之前呢 尤其是你一看到對方的度壓他打掉 他會發現 我的度壓被打掉 到他掃描也有一段時間 你這段時間就可以用你的隱形女妖 去點掉對方的坦克 你的坦克架起來 他就沒有坦克可以做了 你看他現在做了 一個度壓 兩艘滿滿的槍兵 那他大概是要降這裡 這是一個好選擇 可惜他如果帶一隻坦克 我就很難 很難救回來 好那我的女妖再去 這是我的掃描 其實他喔 這裡應該差BT啦 這些建築物才不會被我這樣騷擾 他已經研發一攻了 把B拆掉 他的二寶飛上去 就飛旁邊就好啦 不需要飛上去 有點可惜 喔白白被打掉了 沒有空 好因為我這邊正在被K 喔我的二寶被嗑掉了 救命啦 喔沒有我有飛起來 好 他要用這些兵 要把追打掉不容易 好兩隻女妖都爆了 等一下他的度壓要不要打 還來嗎 你看 你看 度壓才140的血 我應該追的 我不應該放 我不應該放他走 把他度壓打掉他會很麻煩 又要再做一隻貴死人不場面的度壓 度壓100-200耶 很吃瓦斯 就是 Gas Eater 好 他現在 有點亂的手腳 我猜啦 你看 資源這麼多 不然就是他剛剛去上廁所了 好 那現在呢 二寶恢復營運 他把度壓留在這邊 可能要在這邊放那個 這個 無人定點防御機吧 好那我持續在走空軍的路線 不讓對方喘息 度壓呢 度壓在這邊 這邊 剛開始營運 其實他很有錢 他應該趕快補 補那個房子啊 建築物啊 趕快衝兵出來 喔這一波 哇可惜喔 不過如果 這樣子進來我也被GG了 大概 不過他還 他還在被我這個 女妖的騷擾 所牽制著 這個 度壓飛來這邊 卡住了嗎 啊 他在空了 他已經在空了 被打爆啦 度壓就這麼貴 就這樣就沒了 坦克來打一下就掉了 OK了 我還以為他後面有一大堆兵 嚇死了 有了 有了 來來來來來 他也做了女妖 我要這樣降很危險喔 我的媽呀 哇 哇 被我打光光了 哇他這次 他這一波 損失很重 對方的空軍喔 要玩空降真的很危險 除非你能降很快 這一波空軍打過來 應該效果會不錯 我打不打呢 哇 再把更多的空軍叫過來 他沒兵 太懶惰了 沒有做兵 他大概是第一次打這種 引動空軍打法 這很機車 你看這麼多圍巾 要出什麼都不是了 來不及了 我只有靠地面部隊夠強 降下來打 快阿 慢蹲蹲的 沒有地面部隊阿 他現在還有很多錢阿 蠻可惜 原來這一場就是成功的擾亂他的節奏阿 就是 他空降的時候我就進去 那算是他 兩邊處理 比較沒有我手順阿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Goodbye